小哥费玉清闯荡演艺圈47年,除了演唱过许多筷智人口的歌曲,诙谐幽默的主持风格更是深受喜爱,2023年1月宣布风脉退出演艺圈,让诸多粉丝表示不舍,不过至今仍然单身的她,感情世界一向神秘,仅传出过和国外女友密婚消息,以及和天后江慧一段无疾而终的暧昧情。 费玉清进入演艺圈后,维二的绯闻中,最盛传的就是与国外女星安景千惠的恋情,据悉对她一见钟情的费玉清,在交往期间爱得相当高调,不但写女方出席金钟奖,还为爱多次往返国外,更公开表明对方就是她的未婚妻,不过当小俩口论及婚嫁时,安景千惠却希望费玉清能入坠到国外,这让孝顺的她难以接受。 毕竟无法抛下父母远走高飞,这段恋情也就此告吹。 外传江慧,费玉清曾有过一段情,甚至传出两人曾经秘密生子,对此,横竖法师受访时怒批,我们费玉清见不得人吗?婚礼都没有摆,生个鬼哦。 更指出,江慧虽长得漂亮,但由于身材过瘦,光凭这点就过不了张妈妈那关,怒斥所有传闻都是子虚乌有。 不过费玉清除了自曝半夜开车到江慧家,聊天到天亮,更透露曾交代晚辈未来扫墓时,江慧的墓在旁边,也要记得一起打扫,当下让江慧感动表示,如果费玉清向她求婚会答应。 虽然两人感情最终仍没有下文,但也让人见证彼此多年来的好交情。 费玉清1955年出生在台湾,家里还有一个哥哥姐姐,看似幸福的无口之家,却隐藏着更多的心酸和无奈,小小年纪的费玉清也不明白父母为何要离婚。 父母离婚后,费玉清和姐姐跟着母亲生活,哥哥被父亲带走了。 但每到周末的时候,费玉清和哥哥姐姐还能开心地聚在一起。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话用在费玉清姐弟三人身上再合适不过。 为了帮助母亲减轻经济负担,费玉清姐姐费真凌21岁就在酒吧唱歌谋生。 费真凌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她因长相出众,嗓音独特,备受观众喜欢。 后来费真凌成了红极一时的台湾女明星。 有了一定名气和经验的费真凌,当然不会忘记自己的两个弟弟。 为了提携两个弟弟,姐姐也是煞费苦心, 好在费玉清和哥哥张飞也都是有一定艺术天赋。 在姐姐的指导下,费玉清参加了当地的歌手比赛。 1977年,在姐姐的推荐下,费玉清认识了知名作曲家刘家昌, 从此开始了她的演艺生涯。 费玉清好像天生就属于舞台, 她每一次登台表演的时候都表现得轻松自如, 一开口就惊艳全场, 从此歌坛中多了一名穿着西服唱歌的歌手。 随着电视剧《易简梅》的播出, 费玉清演唱的主题曲《易简梅》也红遍了大街小巷。 在那个年代,小孩子都能轻松地哼唱这首歌。 费玉清的名气因此大增, 后来她还演唱了很多经典歌曲, 比如《孟陀灵》、《千里之外》、《相思比梦长》、《一生的朋友》等。 直至今日,这些歌曲也都百听不厌, 除了这些筷智人口的歌曲, 费玉清也曾获得过很多奖项, 感受到了领奖领到手软的感觉。 虽然费玉清的歌唱生涯一马平穿, 但感情生活坎坷曲折, 颇有成就的她却一直单身未娶。 在一次巡回开演唱会的过程中, 费玉清遇到了一生的挚爱日本名媛安景千惠, 起初两个人并没有深交, 但缘分是很奇妙的东西, 费玉清竟然在不久后再次偶然遇到安景千惠, 费玉清被安景千惠的美貌和聪慧吸引, 她也第一次感觉到怦然心动的感觉, 当时就认定了这个女孩, 发誓一定要把她娶回家。 确定了关系之后, 费玉清开心地带着安景千惠逛街聚餐, 一起享受热恋的美好时光。 费玉清正值事业巅峰时, 遇到了自己的最爱, 很多粉丝朋友也都替她高兴, 费玉清为了表达自己的爱意, 给安景千惠吃了一个定心丸。 在费玉清获得最佳男歌手上台领奖的时候, 还专门牵着安景千惠的手走上领奖台, 在媒体面前当众喊她未婚妻。 1981年, 费玉清和安景千惠还专门举行了盛大的订婚典礼。 然而将要步入婚姻殿堂的费玉清却遇到了一个难题, 由于安景千惠出生名门, 还有家族企业要继承, 安景千惠父母就对费玉清说, 想娶我女儿可以, 但你必须放弃自己的事业, 更改国籍, 做日本上门女婿。 面对这样苛责的条件, 费玉清左右为难, 放弃自己的事业可以, 但是更改国籍, 她做不到。 于是, 费玉清和安景千惠这一段感情也就戛然而止。 安景千惠也因家庭压力, 放弃了这段感情, 这段感情也给费玉清带来了无法治愈的伤痛。 人生总会有遗憾, 费玉清默默承受着感情的伤痛, 此后把自己的经历全部投入到了歌唱事业上。 2006年, 费玉清被周杰伦邀请同台演唱千里之外, 看到这首歌的歌词时, 费玉清就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 她深情地演唱着这首歌, 也表达着对旧爱的思念之情。 2019年, 当费玉清含泪告别舞台的时候, 粉丝们也有说不出的不舍和留恋。 不久前, 有媒体爆出了她风脉的内幕。 2022年11月24日, 张秀卿、 郭忠祐、 林俊逸等人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举行歌之响宴六彩虹演唱会。 张秀卿唱完歌后, 先称赞林俊逸, 很会模仿说你因为模仿费玉清, 买了十几栋房子。 小哥也因为你退出歌坛了, 人也不知道跑去哪里了, 你到底把它埋在哪里了? 随后又与林俊逸一搭一场, 进行凤飞飞、 费玉清的模仿PK赛, 笑翻现场观众。 看样子只是玩笑一场, 其实费玉清早就说明了 她退出歌坛的原因。 在费玉清的歌唱生涯中, 有一个人在背后默默支持了她很多年, 那就是费玉清的母亲。 费玉清在开演唱会的时候, 只要条件允许, 母亲都会静静地坐在台下听儿子唱歌。 有了这名特殊的观众, 费玉清演唱的时候更加有激情。 但年事已高的母亲, 在2010年胰癌症去世, 费玉清母亲去世的时候享年85岁。 同年9月21日, 96岁的父亲也撒手人寰, 失去双亲的费玉清 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一直以来, 费玉清心中都有一个信念, 她一直这么努力, 也是想让二老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 费玉清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 哥哥张飞说, 只要费玉清在台湾, 都会抽出时间去照顾自己的父母。 父母离世后, 费玉清也明白了很多的道理, 她瞬间觉得人生很短暂。 费玉清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她决定退出挚爱的舞台, 于是费玉清在巡演结束后, 就正式退出娱乐圈。 费玉清也诚恳地公布了自己亲笔撰写的告别信, 费玉清表示, 自从失去双亲后, 她一直想回归最简单的生活, 不想在到处奔波。 费玉清表示, 自从17岁进入歌坛以来, 费玉清一直马不停蹄地前进着, 为了能让自己变得更加的优秀, 一刻没有懈怠过, 前进的同时也忽略了很多沿途的美景。 因为没有了父母的关注, 费玉清表示感受到从来没有过的孤单, 绚丽的舞台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但每一次演出也会触景生情。 她是时候该停下奔波的脚步, 好好享受晚年生活,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虽然对粉丝和舞台有太多的不舍, 但人生总有离别,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退出舞台后的费玉清过上了自己向往的自由生活, 费玉清非常喜欢养宠物, 虽然没有老婆孩子, 但费玉清和自己的爱狗相伴, 养个人过得也无比轻松惬意。 而已经年过六十的费玉清, 尽管其感情世界, 这么多年来都一片空白, 但似乎过得很自在开心, 十分享受这种看似孤独的单身生活。 费玉清曾在大陆电视节目 《金星和她的朋友》中透露, 这么多年来, 她其实一个人生活也很习惯了, 连她曾经聘请的主犯阿姨, 对方都表明愿意住在家里就近打理, 但还是被费玉清拒绝了。 主持人当时问费玉清, 自己一人独居, 万一老了生病, 需要人照顾怎么办? 她则打去回应, 我身体还真健康, 顶多扁跳线发炎, 看起来她非常享受现在的单身生活。 现在的费玉清过着悠闲自得的生活, 她最终回归到了最淳朴的日常生活当中, 自从退出歌坛后, 也很少听到她的消息。 费玉清把自己的兴趣作为一生的工作, 她的事业是完美的, 但她的人生也留有很多的遗憾, 希望晚年的她能幸福安康。